Rypo 上回講到 Rypo派出Y25 以Mr.Shelden的身分出現 令Master Joe和AI 誤會Mr.Shelden就是Rypo 其實一切都是想轉移大家的視線 幸好自用相傳觀察入味的Master Joe 最終都揭穿了Rypo的詭計 但到現在都沒人知道Rypo的真正身分 Master Joe 究竟打算怎樣破解這個謎團呢? Mr. Sheldon是Rypo的機械人? Master Joe,究竟Rypo是誰? 我也想知道 最重要的是記者Miu懷疑我們的頭粉絲 Ryan覺得他跟Rypo一定有關係 Ryan這麼鮮亮,怎麼看都不像 我也不想,所以我已經派了AI出去 去Ryan讀書的關話調查一下 看看他跟Rypo有什麼關係 你派了AI Alpha,還有新AI? 為什麼不派我? 你是我們AI裡的白金牌 怎麼可以貿易出去呢? 最重要的是AI Semi是我最新研發 沒有你這麼美女,一定要出去見識一下 他還有新裝置,怎麼看? 說這個新裝置,我一定要說一下 這個新裝置叫做一秒鐘篩選情報裝置 只需要在AI Semi的身上 寫我們的目標人物的名字 這次好像是Ryan那樣 他就要對身邊所有Ryan的東西 都特別敏感,就可以瞬間 可以知道關於Ryan 看到這個目標人物在哪裡 以及他的資料 Master Joe,你真的很偏心 我是AIC手店,為什麼我沒有的? 你也知道,每一個AI有自己不同的東西 而早前,我剛才幫你用了我僅有的資源 新新的新裝置 是呀,早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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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意思在這裡 我想想想,還是快點看看AI 他找東西找資料找成怎樣 T.A.Alba 我們一秒鐘篩選情報裝置都沒有反應 難道我們來賽學校? 是嗎? 或者我們再去到處找找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線索 不過記住, 別這麼高調 我知道, 要掩人耳目 萬一被YPRO的機械人 知道我們正在找疑似YPRO的Rion 可能會從中作近 所以我們要低調 低調? 低調 你看 對, 是MASTERJO的AI 他們好像在找東西 不如我們過去看看有什麼能幫忙 好 兩位AI, 你們好 童仔, 你們好 你們在找什麼?要不要幫忙? 我們今天來進行特別任務 對…不可以隨便讓人知道 這麼秘密, 我們也不多問了 童仔, 為何你會拿著包鹽? 這包鹽是我們科學小組打算來做實驗用的 對, 我們想知道有什麼物質可以溶於水 做實驗?我沒試過做實驗的 AIα, 不如我要跟童仔一起做實驗吧 AI生命, 但是我們有任務在身 其實我經常想 我一直做實驗, 一直解釋科學理論 一定很有型的 你會不會想太多? 童仔現在有科學而難得解決 我們要先幫忙解決 別說這麼多, 馬上報告教授 看看我怎麼做 報告教授, AI生命很想幫同學做實驗 雖然今天我們的主要目標 是要調查Ryan的背景 但是大家都知道了 幫同學解決問題 這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於是我們一邊幫同學 一邊調查Ryan的背景 老師, 同學同學很想知道 究竟有什麼物質可以溶於水 我就知道糖是其中一個例子 不如我們去看看 好 已經準備好了 桌上我們有一杯水 還有一碗砂糖 只要我將這些砂糖平均地放在水裡 然後攪拌 就會看到砂糖好像消失在水裡 我們會叫這個過程做溶解作用 根據資料顯示, 水是一種溶劑 因為水可以溶解不同的物質 說得很對 只要可以讓溶劑溶解的物質 我們就會稱它為溶質 就是梳原糖就是溶質 說得很好 至於當溶劑和溶質混在一起之後 這一杯我們就會稱它為溶液 就是解決問題 Master Jo, 同學已經準備好做實驗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是 對, 同學, 同學, 我也很想知道 你們的實驗是怎麼做的 我們設計這個實驗是想知道 有什麼物質可以溶於水 而我們就選了這六種材料做測試 我們選擇了這六種材料做測試 我們選擇了這六種材料 我們選擇了這六種材料 我們選擇了這六種材料做測試 現在我們分別將材料和水混合在一起 攪拌好之後, 看看他們的結果如何 我們各自選擇一種材料 看看他們和水混合到底會如何 根據結果, 我們將它們分類為 可用於水和不用於水 好 我先選擇一種材料 我先選擇一下 沒有, 我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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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 我先選擇 我先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做了這個實驗之後 我們發覺油、澱粉和沙 就算我們怎樣拌勻 在水裡都是拌勻的話 就是說它們和水是不相容的 好像油和水一樣, 最後會分開兩層 而沙粒和澱粉港杯 拌勻之後就看到有沉澱物 而鹽、維他命Cp和醋都能夠溶於水裡 因為湯在一起之後 溶液沒有分開做兩層 也沒有沉澱物出現 AI Alpha, 為什麼有些物質可以溶於水 但有些就不行呢? 這不是和物質的化學結構有關嗎? 根據資料顯示 所有物質都是由小小的粒子組成 而鹽、維他命C片和醋 這三種物質的粒子排列方式和化學結構 都會令它們和水分子的親和性較強 所以就會溶於水 反而沙、油和澱粉 它們粒子的排列方式和化學結構 令它們和水分子的親和性比較弱 於是不可以溶於水了 我們明白了 太好了 第一次和同學們做實驗就這麼成功 我一定要好好記住這個這麼珍貴的片段 AI Alpha 我的陰影中西選情報裝置有強烈的反應 就是說附近有一些關於歪人的線索 反應源頭在那邊 走吧 這就是恆星的模型 設計得很精緻 這個好像是一個不在業很久的同學做的 傳說他是一個優異生 成績最厲害的科目就是數學和科學 好像最後拔倒尖還去到外國深措 Ai Alpha, 你看這個模型是一個叫Ryan M的同學做的 Ryan M, 難道就是粉絲Ryan? Ai Semi 不如我們就把這個模型的資料送回工作室 讓AI進行分析吧 是, 國賤AI雷採 Master Joe AI已經很努力分析那個科學模型了 同學, 我和AI和B何尚不一樣努力 不過AI和B, 我現在很累, 需要提神 可否幫我沖一杯鹽酥苦力 還要多糖多奶? 不行了, Master Joe 跟你優先用來做實驗的 同學還有什麼問題未解決? 同學還想知道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溶解度? 有很多因素, 其中一種就是溶質的大小 其實Master Joe 我也預備了一個實驗 想示範給大家看, 去那邊 好, 先看看 你看, Master Joe 這裡有兩杯同分量和同溫度的水 還有同分量的方糖 這邊已經弄碎了, 這邊還未弄碎 Ai Ra Beer, 既然你已經準備好了 不如同一時間將這兩碗方糖 放進這兩杯水裡, 看看哪一杯會溶 好, 一、二、三 好 接著一起攪拌 Master Joe, 你看很明顯 你那邊溶得快一點 碎了的方糖會溶得快一點 好, 很明顯就看到了 你那兩顆方糖還在 讓我解釋一下原因吧 原因就是我們將固體的溶質 在這個例子裡就是方糖 幸好我還有三粒師傅的方糖 我們只要將這粒方糖, 把它弄碎 只要我們將這粒方糖捏碎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表面面積 相對來說就增加了 就可以令到更多的糖粒子 同一時間流入水裡 就可以增加溶解的速度了 所以有很多飲品蔥劑都設計成粉粒包裝 例如朱古力粉和奶粉等等 只要放進水裡一蔥就可以很快喝得到 說得非常好, 阿拉斯米 既然我現在還有兩粒方糖 就一定要利用這兩粒方糖 去幫我做一杯多糖多奶的熱朱古力 是不是?小張 是呀 你看 沒有了… 有信息, 他們已經分析好的模型了 不如去看看, 那邊 對呀, 真是弄好了 快點把這個資訊傳送給AIR ALPHA他們 我本來知道, 你怎麼辦 對呀, 阿拉斯米, 根據系統計算顯示 這個科學模型做得非常精細 無論擺位, 恒星的傾斜角度 都非常接近實物的比例 所以MAS失踪 叫我們集中調查這個叫Ryan Wu的同學 我已經更新了裝置的設定 寫有Ryan Wu資料的物件 絕對走不出我的雙眼 AIR ALPHA, 你們還找到一些重要資料? 是呀, 不過我的電波信號感應到 你們應該還有科學上面的問題 要問我們的 是呀, 除了溶劑的大小 還有什麼因素會影響溶解度? MAS得說溶劑的溫度也會有影響 溶劑的溫度, 是不是指水溫嗎? 沒錯, 大家可以做這個實驗了解一下 快, 跟我來 大家跟進去 快點進去 這麼快就準備好材料 我覺得自己做得實在太好了 AIR, Simee 不如你解釋一下給同學知道 你的實驗究竟是怎麼做的 知道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這裡有兩杯水 一杯就熱一點, 大概攝氏70度 另一杯就冷一點 大約攝氏24度 稍後我們要把兩斤糖倒進水裡 然後看看哪杯水的糖溶得快一點 不如Peter和Janet幫忙做吧 好啊 停下雨 謝謝 我來 我看見一看 不用了 有了 讓凍水溶解得更多糖 還溶得更快一點 觀察得很好 因為水溫較高 所以水分子的能量較大 比起凍水 熱水可以帶動更多的溶質粒子 進入水裡加速溶解 所以我們喝熱要馬上加糖 讓糖快點溶 說得對 AIAlpha,很奇怪 一秒鐘篩選情報裝置 一直沒有反應 我們會不會幫忙? 是這樣的 我們知道Master Joe有一位粉絲 叫Ryan,在畢業 我們想了解他多一點 於是要找他的背景資料 債他了 我想他應該畢業很久了 對,不過我們校社曾經翻新過 所以學校的歷史資料 包括畢業新資料 都進入了檔案室 難怪我的裝置沒什麼反應 是呀,要找回他也挺難 不過校航可能有 對呀,校航可能有Ryan的資料 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們一起去看看 來吧 是Ryant, 原來他在一個科學比賽中 拿一個最佳優作品獎 為何整本校行都沒有Ryan的照片 就連影班照片都沒有他 對, 究竟哪裡才會有Ryan In的照片呢 AI Alpha, 不如你去找等Sir 是呀, 他負責學校的科學活動 或者他會知道Ryan是誰 你們快點去找他 還有, 今天真是很感謝你們幫忙 別客氣, 不如這樣 我們現在馬上去找等Sir, 好不好 阿娥仔,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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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Sir, 你對這個Ryan In有沒有印象 Ryan In其實我沒有教過他的 因為他在我進來教書之前已經不准業了 驚喜, 又斷了線索 之前有位退休的科學老師 曾經跟我說過Ryan In 他的科學很棒, 我想就是他了 不知道這個科學模型 可不可以幫你記起一些關於Ry人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科學模型 令Ryan In曾經得過科學獎 聽過退休老師說 他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看科學書籍 不知道那位老師有沒有提過Ryan In的 外貌和性格特跡是怎樣的呢 好像沒怎麼提過 不過不要緊, 學校應該有他的紀錄 和學生照片 奇怪了, 為何找不到Ryan In的資料和照片 但童年的同學就沒有這個問題 等Sir, 我覺得是有人刻意 不想人看見Ryan In的照片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有Ryan In的照片嗎 聽說他在學校模型讀了很久 之後去了外國讀書 他拍的照片真的很少… 到現在我都不可以100%肯定 Ryan In就是粉絲Ryan 不如我給你退休老師的聯絡方法 你可以問他多拿資料 好, 我相信一定很有用 謝謝你, 鄧Sir 我們現在馬上去找你一位退休老師 Mr.Joe, 相信AI很快就會找到 那一位退休老師 不過你說我又說 剛才那個人叫做什麼?Ryan In 這個名字很熟悉, 從哪裡聽過? Mr.Joe, Ryan In的名字這麼普遍 你聽過也不太有趣 那倒是, 不如我們繼續看 AI傳送回來的資料吧 Mr.Joe, 有同學生送電郵給我 你呢? 我知道了 不如他有Ryan的消息告訴我們 他說看完文文 Mr.Joe認識多了氣象知識 想多謝我們 還有, 他想知道天文台人員 報告天氣之前會做什麼準備 很簡單, 只需要跟著我Mr.Joe 帶上我們那部超智能宏觀世界鏡 就算不需要去那裡 也一樣能看到 是 各位觀眾, 你好 本來今天天氣 看出來其實也挺好陽光的 不過下午開始 個地區有點遮瑕了 Mr.Joe 原來天文台每天早上和下午 都會向公眾報告最新的天氣情況 對, 天氣報道完出鏡之前 要分析最新的天氣數據 再準備廣告 才可以進入錄影室報天氣 A.R.R.B.A. 讓我帶你進去 看看他們示範一次 如何報告每天的天氣情況 各位觀眾, 你好 本來今天天氣 看出來其實也挺好天氣 不過下午開始 局部地區就有驟雨了 複雷特的影像也可以看到 為何他要站在藍色布景前面 手指指 那就是因為他在用一種叫做 Chroma Key 也就是色鍵功能的特技效果 來報告天氣 根據資料顯示 當報道員站在藍色布幕前面 利用Chroma Key技術 觀眾看電視會看到報道員 站在不同圖像背景前面 透過圖片說明天氣情況 其實很多電視和電影製作 都利用Chroma Key做出類似的合成效果 通常都是用一種顏色做布幕背景 那Chroma Key的原理是怎樣的 就以藍色做例子 當用到Chroma Key技術的時候 電腦就會自動將所有藍色的物件 抹走 但其他顏色的物件就不受影響 所以不想在電視機上做做隱形人 天氣報道員在出鏡前就要檢查自己 有沒有穿到藍色的衣褲 從天氣圖上記到 我們現時受到一度高壓者支配 不過隨著未來幾日 在南中國海的一度燈壓槽 逐漸移近我們之後 我們會多一些趙雨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一起看看 如果中國有趙雨 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氣氹方面將會介乎27至32度 風風吹和緩的偏南風 只望看場後幾天 也有陽光, 也有趙雨 同學, 平時要留意天氣報告 天氣轉涼的話 只要多穿幾件衣服 有信息的 A.I.Alpha看到…退休老師 什麼?退休老師對比了 我們粉絲Ryan的照片 肯定了他就是他曾經教過Ryan 這麼巧?那豈不是他姓吟嗎? 老師說Ryan很喜歡研究愛因斯坦的科學 而Rypo也當愛因斯坦是他的頭像 但是老師說Ryan很善良 很喜歡幫小朋友 應該不是Rypo 不行 Rypo和Ryan有這麼多共通點 只要下次這個粉絲Ryan再出來的時候 我媽生就一定要親自出動去匯一匯他 看看他是不是Rypo Rypo